兩年的老師 我們不是全球年級 品性最好、最聽話的一群學生 也不是功課最好、最貼心的孩子 但的確用心的教導我們 是我們成為一群 全世界最可愛、 最貼心、最善良是 這個 又 對 然後 你很棒 我也會永遠記得 那個都要說的話 但是 每次我有困難 卻是第一個可能能夠幫助我們 相信今天 在台上我們絕對不會掉背 但是 我知道你內心感動了嗎 也許我們不錯的話 便能代表成班的成長 可是我們 讓教練只有一句話 才能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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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了,我愛你 我要這樣子面對 其實我真的沒有準備要講什麼 其實要講的話,這兩個禮拜 明天都整個禮拜了 其實你們應該感謝的,還有我應該感謝的 是劉醫院老師 因為七年級 是你們最搞慣的狀況 他幫你們帶好了 爸爸一姐的母親就是坐在教室裡 那你就乖乖地坐在那裡 我們就這樣子離開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貢獻 所以你要記得感謝劉醫院老師 還有為什麼你們要感謝劉醫院老師 我記得我前面帶你們進畢業社 每次去露營,學生都會上去 還要你們的朋友跟我一起露營 給我幫你們可能業務 所以真的要感謝劉醫院老師 為什麼拿到這一幫呢 當然這一幫也不是沒辦法 但是 這就是我平常告訴你們的 要懂得分享 不管在那個時候 對那個人 甚至陌生的人 我們應該要懂得分享 很感謝你們 這兩年來 學會這件事情 最後祝你們 一切快樂 謝謝 我也愛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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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en人